今天我们来喂一下兔子哦 小伙计们我给你们送吃的来喽 吃萝卜 它现在已经被那个草堆起来了 就是我们这个兔子现在算了一下养了六七个月了 感觉没什么动静啊 我们之前查的是兔子是六个月就要生兔宝宝的 那是个完全没有动静 之前我们买了三只 那个店家告诉我们是 那个白色的是那个公兔子 灰色的跟那个黑色的是母兔子 我在想是不是店家把我们给骗了 导致我们现在就是两只公的 或者两只母的 因为灰兔子已经之前生病死了嘛 现在只有两只嘛 特别尴尬 我现在怀疑就是这两只兔子要么是两只公的 要么是两只母的 应该不是不是一公一母 不然应该早有兔宝宝了 所以当时想着那个相信那个店员了 估计他也自己没看懂 他就是忽悠我们的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兔子 到底有多大了 小兔兔你出来看一下 这个兔子其实 这起码有那个五六斤了 这个很肥了 你们看一下 我是在这里抓着他的腰 不然他会动弹得很厉害 这样能看得到公路吗 我是不会分辨 看不到 你们两个过去 不准过来 你们两个是坏人 小兔兔啊 可以吃了哟 你们再不生兔宝宝 我就把你吃掉 好可怕的 再瑟瑟发抖 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再等等他们吧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希望的 如果实在不行 可能就只能吃麻辣兔肉了 你们害怕吗 他吃的可开心了 放回去继续吃 你看每天我们家大黄和六百 就在这里来守一会 反正他们 特别说我们来喂他的时候 他就来守着 月月不再来 月月在这样子伸出头 你就直接一命呜呼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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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